表姐 大家是不妙 眼睛要收拾了 我先溜啦 喂喂 表妹 等等我呀 表妹听我说 眼睛来了 可别跑房子里面去呀 你先收集物资 然后往高处跑 高处跑 表姐 现在哪有时间去收集物资呢 大能力多公司费 我先跑啦 臭表妹 不听表姐 眼睛会在眼前啦 这感觉板怎么在冒烟呢 不对劲 你心里挂了 这里面怎么会有摘烂的声音 我的妈呀 这里飞几百米高了吧 没时间了 我也得赶紧跑路才行 顺着楼梯上去 幸好跑快领步 位置要变成烤龙了 底下还有这炸弹 碰到那岩浆简直就是恐怖如此 小白妹呢 怎么没复活呀 这怎么复活呀 我直接给摸了 我都说了表妹 跟着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不能复活 就给你重新一次机会吧 小白妹 游戏开始了 只有半分钟的时间啊 没办法考虑太多 我呢 去收集木头 以最快的速度砍下几块木头 待会用作垫脚石 是离我最紧的木头 现在可是要跟着时间赛跑 也是在和死神做斗争的呀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小白妹 黑石鸟别挖了 来来来来 往这个高柱子上面走 时刻注意脚下的动静 三 二 一 演讲到了 幸好是走得快好 表姐 你让开 丢丢 我没位子了 这都能怪我 谁让你平时吃得那么旁啊 两个人呆在这里 属实是有点紧 还是我来扩大一下地盘吧 地盘就到了点 供你小宝妹走东走西的啦 表姐 这岩浆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黑衣是属于上升的呢 别担心啦 小宝妹 这么高的平台 这岩浆怎么可能说来就来嘛 感觉不太靠谱啊 不行 我踩我里这里 诶 这是 船缝小飞机 太好了 我有点叫啦 不要急 我先走了 喂喂 表妹你干嘛去啊 我去 一下子突然从我眼前消失 表妹到底是去哪里哦 不 不 我在岩浆里面泡着呢 什么情况 你活生生的园 怎么会突然去到岩浆里头呢 就是让我小飞机去掉进岩浆里面啊 小飞机 小表妹啊 小表妹 明明乖乖在这里等就可以成功逃生啦 非要作死 没办法啦 我就获得胜利啦 不 不 不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也是我小艾涵成的助器好吧 哼 要不是我大一个呢 我应该获得星星啦 行行行 小白妹 这次我就不走那个高速了 不要另辟蹊径 这小白妹不知道的是 这房子里面可是有不少的好道具 至少还能够拿到一个火箭泡子的耶 只要小白妹一死了 获得胜利的就只有我了 在这里只有一个人能够获救 说起木头是不需要的啦 火焰呢会把这木头都烧得干干净净的 诶 不对劲啊 这火箭泡子啊 咋子怎么不听话呢 完了完了 要装饭了 这表现是我多想拍啊 你家人收起来啊 这几下真的又变成火烤白龙了 我去啊 怎么这炎炎江一下子就来了呀 快快往上走 来不及了 还是深仙火海 人家死翘翘之后 勇士变成岩浆怪 还不能够复活投胎 早知道就乖乖走原来的路线 我作死啦 表姐 这是我八卦一城了